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宝贵站 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服李仙品牌药 保湿伊贝斯冠名播出的 伊贝斯纯积水 沉浸宝石石石水嫩 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古方先红糖先熬更新鲜 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古方红糖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知识酸奶就喝 君乐宝长知识了 本栏目由金乐宝长知识了 知识酸奶特约播出 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 他们是 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左岩老师 欢迎 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莎娜老师 欢迎 华一嘉信的高级副总裁 曲薇老师 欢迎 胡磊老师 欢迎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正题吧 来了解一下今天第一队嘉宾的 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和我老公结婚四年多了 结婚初期 他对我很温柔 也很浪漫 时不时还会给我准备小惊喜 但是自从有了宝宝之后 他就像变了一个人 不仅浪漫惊喜完全没有 就连对我的称呼也变了 我们之间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少 就算有交流 他给我的感觉也很敷衍 他总是说我变了 但我觉得我并没有 我觉得我们都是当父母的人了 自然衷心放在孩子身上 我们现在总闹矛盾 总这样对孩子的成长也不利 我今天要来参加节目 希望好好解决我们之间的矛盾 他总是挑刺 觉得我这里不对 那也不对 我和他越来越没办法沟通呢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胡先生三十岁来自江西医学检验 原女是二十七岁来自江西全职妈妈 有请有请两位 有请 胡佣好 谢谢老师好 欢迎两位 我想问一个小事 他婚前管您叫什么呀 亲爱的 有了宝宝婚后叫什么呀 你问问他 他现在叫我叫什么 现在就到叫小妍 但你希望还是叫亲爱的 是这意思吗 行 就从这开始我们就发现了 就是女生对细节还是挺关注的 那就说说生完孩子之后的变化吧 好像说了不浪漫 对吧 怎么不浪漫呀 就像前几个月我过生日吧 我就暗示他 说我朋友过生 男朋友都送花呀 送礼物什么之类的 多幸福呀 过了几天我就生日了嘛 他下班回来 我就以为他会买花买礼物给我 结果他下班回来那天 你知道他买了什么给我吗 买了什么呢 仙人掌啊 我觉得他就是拿仙人掌上面的那朵花来敷衍我 开花的仙人掌是吗 对 买这个干嘛呀 仙人掌三明治多顽强啊 像我们俩的感情一样 然后结果养一个星期就死掉了 那怪我啊 不是你自己交多少岁 那你看他还赖我 这不是也挺浪漫的 别人也想不到送这个啊 挺特别啊 可是那个结婚之前他不是这样的 结婚之前我过生了 他都会有很大的惊喜的 这不也挺惊喜的嘛 仙人掌 觉得挺惊慌的 这这事咱们放在这啊 还有什么事 不让你不顺心啊 觉得不浪漫 过那个三八女生节嘛 然后我就说让他带孩子吧 我自己出去逛街 自己给自己买礼物总可以了吧 然后我逛的一半 他就打电话给我了 说我给你买礼物了 你回来吧 别逛了 我当时你特别开心 真的那是他第一次那么主动 就是生完孩子以后 第一次那么主动给我买礼物 是看孩子看不下去了是吧 对 然后呢 然后我就回家一看 买一盒巧克力 然后我就拿着手上 感觉有点不对嘛 特别轻 我就一打开 里面就是个空的 然后我就又裁一个还是空的 你什么意思 送的是空巧克力是吗 然后他就跟我说 你都别拆开了 你待会儿拆开了 我还得一个一个地给你包好 再装回去呢 当时买的是真的巧克力 小孩看到了他想吃嘛 然后也没考虑那么多 然后就打开了给他吃 然后我就去做饭了 当我回来之后 发现小孩把巧克力 全部打开了吃了 宝宝多大 然后就宝宝现在三岁了 哎呀 吃的糖太多了 当时买的是一小盒的嘛 就那八个的吧 那在下楼再买一盒呗 怎么给人空的呢 旁边超市没有嘛 我还要去挺眼的超市 给他去买嘛 就不方便嘛 我带个小孩 那怎么还包上了呢 不是他为了让他 发个朋友签 他反正每次我买什么东西 他都喜欢发朋友签呢 还得再重新包装回去啊 对 这挺不容易的 包装里还挺费功夫的呢 那我觉得他就是敷衍我 一说到朋友签 我还要说你呢 你什么大事小事啊 开心你不开心的事啊 都喜欢发朋友签 老是抱怨我 喜欢发朋友签 行行行 这个妻子抱怨 丈夫不够浪漫 浪漫这事儿 每人的标准不一样啊 咱们说说对你不关心 好吧小片里也说到了对吧 之前他对我说话都是很温柔的 反正我说什么他都会回我 但是自从生了孩子以后 他每天下班回来嘛 我就问他 你在单位今天辛苦啊 吃了什么呀 他都不搭理我的 他直接就唠过我 去跟孩子说话 他说就问孩子啊 你今天玩得开不开心 他也不问我 也不回答我的问题 没有不搭理你啊 我觉得你当时问的这些问题 都是无关紧要的 也没什么好回答你的呀 然后我一下班感觉想宝宝了嘛 然后我就比小孩子玩了嘛 那你经常这样 那不是因为我们之间有矛盾不合 我才这样 你们俩有什么矛盾 有什么不合呀 一些无力起闹的事啊 老跟我吵架呀 动不动就生气啊 不太想跟他说话嘛 主持人你是不知道 他是不想跟我说话 可是他特别喜欢跟我们楼下 那个小区的阿姨说话 聊得可开心啊 有说有笑的 他从来都没有跟我那样说过话 那像阿姨问我育儿的方面的问题吗 然后我就跟他们解答一下嘛 问你育儿的问题啊 对 这边可以 我们俩可以商量一下育儿的问题 他也可以跟我说嘛 那他干嘛 就总是跟别人有说有笑 回来都不搭理我 那还不对啥 因为我们带娃方面有很多分歧 你知道在育儿方面吗 我真的都要被他气死了 我们家宝宝三岁了 他那就总喜欢跟着他后面喂饭 我觉得孩子的生活习惯 要从小培养嘛 就不应该喂饭 我觉得就应该让孩子自己吃 他就喜欢跟着后面喂 因为体检 小孩子身高体重都不达标嘛 我还不是担心他吃不饱 可我觉得他长得矮嘛 也是由我俩遗传因素 以前不一定主要因素啊 他可能有环境可以改变啊 我听起来就挺幸福的 所以我站在这儿特尬你知道吧 就我觉得人家是在秀恩爱吧 你说多说少 你像挑不利剑你知道吧 问一句啊 您是全职对吧 对 我全职 他上班是吧 他中午回家嘛 当然回家给我做饭嘛 他中午还回家给你做饭 对 晚饭谁做呀 也是他做 那您在家里的工作范畴是有哪些呢 买菜呀 菜市场那么乱 我还不自己带孩子去买 没有让老人给带哈 没有 这个父母不容易啊 自己带孩子 可以啊 老公不是对你挺好的吗 你看你看左野老师已经羡慕的眼睛都掉了啊 哇 都喊出来了 那行啊 这老公可以啊 不行啊 我们之间还有很多育儿的问题还没有说清楚 育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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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孩子教育的方面吧 我就主张说让他去上那个早教 小孩嘛 应该从小教育嘛 他就死活不肯 跟他默契了好久好久 去没去 最后去了 他去了不就行了吗 但是当时他就是很不愿意 到他他他到现在就是陪孩子上那个亲子课嘛 他都没去过多少次 当时是一岁的时候上体验课嘛 小孩哭得挺伤心的嘛 我还不是担心他以后上学有什么逆反心理 所以当时犹豫了一下嘛 最后还是给你抱了呀 那你为什么不陪他去上亲子课 他只要你要他就不要我 那你还好意思说他只要我 主持人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平时在家带孩子嘛 经常就是把孩子放在一边 他就自己抱着手机打游戏 打游戏我只是为了放松一下 我又没有二四小时不停的打 因为我下班我只有我还要给你们弄饭 皮肤 打打卫生 那你打游戏就算了 有一次我还发现啊 他带着我们孩子一起打 跟他说啊这个是什么人物 我放什么技能 就那么一次 你又何必拉着这些事情 紧跟我三次呢 那为什么什么事情都一定要我们 总是吵过争过以后你才来改 我问个问题吧 孩子那不是三岁了吗 对 是该上幼儿园了吗 已经去了 不是去幼儿园了 你还全职吗 我觉得你应该去工作了 说到这个工作 其实我们俩最主要的矛盾 还是在这里 跟这有关系啊 对 啥矛盾啊 因为我是做护士的嘛 上下班不太准时 而且我们要轮班 就是没有星期有星期天的那种 然后孩子上幼儿园肯定是有双修这个问题 我就想希望他妈妈可以从老家过来帮帮我们 然后他就一直让我理解他妈妈 让我理解他妈妈 啥意思啊 怀孕的时候我就和我妈妈沟通过嘛 她住在老家 她也不太愿意过来帮我们带 她一个人过来也没有一个认识的 也不方便 然后我总不能道德绑架她 把她绑过来吧 就为了这个我们两个争执了很久嘛 怎么办呢 我们也不知道如何解决 所以来这里 这不是很好解决吗 找一个一到五 上班六日 休息的一个工作 她又不想放弃她的专业 然后在玩的方面 我也考虑过请个阿姨帮忙照看 但她又不愿意 那她胆子特别小嘛 我就觉得 不是 不好嘛 不是 她在家里总是不陪我 就是抱着手机自己玩自己的游戏 然后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生活圈子 也没有朋友 她也不跟我说话 孩子又上幼儿园了 所以我就特别想出去工作 那行 这是两件事嘛 第一件事是我要重新融入社会嘛 这是你的第一个要求嘛 对吧 那咱们想办法解决嘛 第二件事实际是 听起来都会很羡慕 说这个男人好像做得不错 但是妻子把这段话说出来的时候 就发现你还有很大的调整空间 是有了娃之后 跟妻子是个零交流 对吧 对 所以你会认为说 其实送不送花啊 这些东西可能重要 但是并没有那么重要 如果你在日常生活当中 能够体会到她是在乎你的 可能这些东西你也不在乎了 是这样吗 是 行吧 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很多的夫妻在生完孩子之后 就忘了怎么做夫妻了 你们两个多多少少有这样的问题 但是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女生吃饱了撑的 闲得没事干 我刚才听了几个事 说这个买仙人掌 不是也满了吗 巧克力也不是她吃的 到楼下跟阿姨们说话 是跟你们的阿姨说话 又不是跟宝宝的阿姨说话 你着什么急 您要是有一份工作 忙碌起来 把所有的注意力转移掉 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 男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两个字说话 第一 不说话 他跟你吵你就不跟他说话吗 他运气之后 整个的女人是要需要一个调整的过程的 这个过程是你需要陪伴和他交流的 第一不说话 第二 不会说话 你把仙人掌买回来 你告诉他你说 亲爱的 仙人掌的花语是坚韧的爱情 你猜他会不会喜欢这盆花 不会说话对吗 巧克力 宝宝吃掉了 你也没办法 你应该跟他说什么 你说亲爱的 你看 宝宝吃掉了你甜蜜的负担 好听吗 好听 所以我说你不会说话 不说话 这两件事情导致了你太太 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就不相信你老公会这样跟你说 我老公不会这样跟我说 但是我会这样跟他说 我知道这恰恰是你最缺的 我不缺啊 因为我会爱 不像您 只会说 好 所以这就是你们两个最重要的问题 他是没事闲的 你是不会说话 你们俩只要把这个事解决了 在我听来刚才所有的一切 都是非常幸福的情趣 我告诉你 女人不管什么时候都得有自己的工作 就不会胡思乱想了 但是 婆婆绝对不能来 你老婆 推能做妖 给老太太 心里跟明镜似的 不能过来伺候你们这些事 省着矛盾越来越大 要么找一个 礼拜一到礼拜五的工作 要么就是请一个周末的阿姨 明白了吗 所以回去好好地 疼你媳妇 好好地爱你老公 祝你们幸福 好 谢谢梓杨老师 我替她先说一句话 她心中有委屈 因为她每天的空间就是家 她每天接触的世界只有孩子和你 当然这有她的问题 但是在这样的三年当中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你觉得她不想念你们曾经的二人世界吗 真的 我连续带三天孩子 我就会有这样的心情 就 哎呦 我赶快让我出去待两天吧 我真待不下去了 你想她三年 而且她还有一种什么样的心理 她害怕被你嫌弃 而你恰恰做的就是 传递一种嫌弃你的情愫在 我不理你啊 我不跟你说话 虽然我把家里这套事做得很好 我洗衣 做饭 刷碗 但是我跟你零交流 我不沟通 那她会觉得 你做这些事都是为了孩子 你看不到我的存在 你是不是在嫌弃我 你觉得我生完孩子身材变了 还是你觉得我生完孩子变丑了 我现在不工作要靠你养着 她的委屈和她的不安定是在这儿 这也恰恰是你做的 可能忽略的地方 虽然你很多的方面 是已经比现在大部分的 爸爸这个角色 丈夫这个角色要做得好得多的 但是恰恰是在最应该注意的 那个细节和那个点 你忽略掉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谢谢老师 同样 这番话也说给你听 姑娘 有一种爱叫做看见你的好 就是要知足 当你把心情转换 你想一想她做了什么 而不要去计较那些 你没有做的 你的世界可能就会变得明朗起来 如果你每天就是这样的 哭哭啼啼 然后在家跟她抱怨的话 你想她愿意跟你说话吗 而且我觉得啊 你们两个人也急需 过过二人世界了 哪怕让你的妈妈 或者你的妈妈 就来带一天两天 就是像来看孩子一样的 帮一天两天 你们两个人重新出去 捋个游 或者去看个电影 一个月有一次 哪怕两个月有一次 我觉得她状态都会好很多 好吧 其实你们这是幸福的烦恼 知足吧 谢谢你们 好 谢谢施拉老师 徐总 一个家庭的幸福 真正幸福是 每个人都会开心快乐 对不对 对 那为什么你的老婆 孩子的母亲一直在哭呢 没错 当一个孩子出生之后 所有的家庭重心 都是在这孩子身上 这是正常的 但是久而久之 其中的某一个人 会感觉到对方并不关注自己 比如说孩子的父亲 为什么他只现在变成了孩子的父亲 而不是自己的老公呢 为什么以前曾经那么浪漫 现在对自己视而不见 这种伤害其实蛮大的 而恰恰这种伤害 外人是不理解的 女生是被忽略的 所以她很寂寞 她缺少一个平等交流的人 诉说自己心事 诉说自己压力的人 孩子满足不了这一点 没有人跟他正常的交流 你在这里缺位 你明明会浪漫 为什么视而不见他的寂寞 你觉得孩子当中是给你了爱 给了你一种宽慰 你是为家庭做出了很多 扫地 家务 做饭 但是情绪上你没有 你现在太吝啬了 你太懒了 对吧 女生也懒 懒到说我只是要这些礼品 才能证明你对我的关注吗 我只能让婆婆来代替 这个接送孩子的这个工作 我就可以去让自己 更加的充实了吗 她不会浪漫 你不会吗 你想想看 是不是你过度地 把自己的助力 也转移到孩子身上 过度转移说 她为什么不关注我 但你自己爱自己 又有多少能力 让自己更美起来 让自己更阳光起来 让自己更加的浪漫 你可以给她制造浪漫呀 凭什么 她只能给你浪漫 为什么每次都是她中午 回来给你做饭 还要洗碗 为什么晚饭也是她做 你就不能学着做饭 给她做一顿好饭吗 这也是一种浪漫 这样她就会关注到你的存在 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你也是缺位 两个人都找到自己的问题 幸福上面就会再加幸福 就这样 好 谢谢徐老师 来 附老师 事实上我们在座的这四位 都没有资格来批评你们 因为这对夫妻 比绝大多数的夫妻都做得好 这个女生也不是做也不是吃饱了撑的 她比绝大多数的女人都要优秀 她至少没有靠妈 没有靠公婆 没有靠保姆 自己来带孩子 而且我也不认为你做 你提出来的这些要求 是正确的 如果说有了孩子之后 你就开始不给你的老公提要求 她的表现会比今时今日还差 就是有很多女人在结婚之后 有了孩子之后 开始对丈夫不提要求 听之认之 每天心思全花在孩子身上 在那个时候 当他已经对你没有要求了 情况会变得更加恶劣 他现在还会哭 还会埋怨你的巧克力是空的 其实他真的是埋怨这个嘛 他不是埋怨要吃那巧克力 他埋怨的不过是说 你在做一个好父亲的同时 你的确是忽视了 如果哪天他对你没有这样的要求了 你认为是件好事吗 他整日对着孩子 对你没有任何要求 对你也没有任何的诉求 对你更无话可说 我问你这是件好事吗 你回答我 他就不在乎你了 他只在乎孩子 所以女人应该持续地对男人提要求 否则的话男人就会忘记 自己作为丈夫 有的时候还要说亲爱的 有的时候还要做些浪漫的事情 当孩子睡在我们俩中间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家三口的幸福感 你看爸爸在左边 妈妈在右边 这是一种幸福 睡到三更半夜 把孩子抱走放旁边小床上 突然之间我们有了一种 不被人监视的窃喜 不然你有没有这种感受 所以有的时候我跟我老婆会开玩笑 这是我们的孩子吗 怎么把他突然之间给挪到小床上去 我们之间这么高兴 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偷偷地瞒着他 溜走 开车出去玩玩 虽然带着一定的负罪感 虽然玩着半中间又会想 哎呀他可能又在哭着要我们吧 但是在出门的那一刻 走走走走 别让他发现 趁他注意力还不在我们身上 赶紧走 一下电脾就开始后悔 这也是一种幸福吧 但是 二人世界 彼此之间的那种偷偷的窃喜 是应该要有的 生活就是这样 让你幸福 但又不让你太自在 孩子也是这样 带给你快乐 又让你不太自由 生活本来就是这样 所以其实你没有必要要哭泣 你在最上场开始 我就知道你说的根本不是孩子的事 你说的就是两人之间的事 你是一个好父亲 但是不要渐渐地缺失丈夫的角色 继续提要求 但这种要求不是提对方做不到的要求 那是把自己架在火山烤 但是对于生活 我们的追求的前提就在于 我们对彼此互敬互爱 同时我们希望对方不断地提高 好吗 就这样 谢谢董老师 我还是觉得作 我相信我们所有说作的前提 是首先肯定和承认了 这对年轻夫妻做得不错 其次你会发现 它在满足了基本的要求之后 它开始提出了更新的一个要求 那我想我们说的这个作 就是一个引号 只是想让你明白 跟大多数的这个年龄的孩子相比 就是做夫妻 做父母 你们现在已经做得不错了 首先要知足 我觉得人生首先是知足 然后再是往前走 在这里面其实最核心的问题 来自于什么 它容易吗 不容易 所以当它比较的时候 它的比较是 大多数的妈妈都有公共婆婆 或者自己的爸妈帮忙 为什么我没有 这是它的委屈啊 它觉得太难了 你应该体谅我 对吗 所以它就认为说 先生回家做的这一切 是你该做的 而男生的想法 男生也有啊 我比大多数的我的同事 或者我看到的人都好 你为什么还不知足 所以我心里也是委屈的 当两股委屈 委屈在一起的时候 就蛮你嘛 所以为什么会提出了 这么一个所谓的说法 所谓作的这么一个说法 就是要形容一下 跟大多数的夫妻相比 你们已经很幸福了 其次第二点 婆婆很明示你 看起来很冷 没搭把手 但是你们完成了 跟孩子最亲密的接触 我们其实是有缺失的 可是你们在这个层面 是没有缺失的 所以这个婆婆 我觉得挺聪明的 那个赶紧吧 开开心心这个工作去 平平安安回家来 接下来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古方红糖 真情六十秒 你妈妈可以上来帮帮我们 我真的很想出去工作 我也希望你平时可以 多跟我交流交流 我希望我们不要再吵架了 有什么事情 你可不可以浪着点我 好好说可以吗 好好说可以吗 我尽量做到 你说话我回答你啊 少打一些游戏啊 尽量多关心你陪陪你啊 抽空带你去看看电影啊 逛逛街啊 我父母这边 我尽量说服他 叫他每个星期 来上来看一下呀 我觉得 我还是希望 你可以多陪陪我 不要再打游戏了 喝知识 长知识 保余爱情靠知识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打开 君乐宝长知识了 爱的记忆箱 来 请开箱 男生放的个结婚证是啥意思 来 我更好奇男方为什么放个结婚证啊 那啥呀 一封信吧 读读 你愿意在我们结婚五周年的那一天 我带你去看你喜欢的电影 请你吃喜欢的火锅 买你喜欢的鲜花 陪你逛街 给你最浪漫美好的一天 挺会浪漫的嘛 你这是什么呀 发假吗 为什么放这个呀 我就想他天天都戴在手上 我们吵架的时候 就希望他多看看 玩游戏的时候也多看看 玩游戏的时候也多看看 都想着我 可以吗 可以呀 好了 谢谢两位请回吧 来来来 请关门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 搜狐视频 观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来 请开门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 将获得由一倍师提供的 深海纯净水嫩保湿套 和24小时保湿实时透水嫩 古方鲜红糖为爱情保鲜 成功牵手的嘉宾 将获得由古方鲜红糖提供的 爱情保卫站鲜红糖 礼合一份 和知识长知识 保卫爱情靠知识 知识酸奶 就和俊乐宝长知识了 接下来我们就见证这对夫妻的 浪漫时刻吧 各位请见证 没有谁能把你降临我身旁 谁是我的这处天使 为我能独占 没有谁能去带你在我心上 呃 你老婆好看不 好看 教师亲爱的 哎 哎 哎哎哎哎哎哎 哎呀回吧回吧回吧哎呀 哎呀 要不是你出现 我一定还在沉睡 哦绝望的以为 生命只有黑夜 没有谁能在我心中 没有谁能在你身上 你怎么了 你喝啥呢 我喝这个古方红糖水呢 哎 我觉得今天这个古方红糖水 味道不太一样 是不是什么新口味啊 是不是古方的鲜红糖啊 啊 听说这个鲜红糖 采用的是下单极座的模式 当天下单隔天熬制 甘蔗之中的活性成分更高 促进血液循环 改善那几天不湿的效果更好 那原来是这样 我们以后就喝 古方鲜红糖了 听明白了 你们这嫌我说的啰嗦呗 是 就说以后老婆再不开心的时候 老公就来一个古方鲜红糖 就这意思是吧 没错 来 了解下一队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和她在一起经历很多 分分合合的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 她太爱打游戏了 忽略我的感受 因为这个事 我们争吵过很多次 每次吵完她总会说改变 但是还是和以前一样 而且她会伤出我的异性好友 影响到了我的工作和人际交往 我真的不想再这样下去了 在这段感情 我认为我已经做了够多了 但是她总挑我毛巾 她总说我做事情没个字 但我觉得很多事 她做的也并不到我 我跟她尝试过沟通 但她总是和我吵 我是真的是挺爱她的 但是她对我忽冷忽乐的态度 让我不知道在她心里 到底是什么位置 今天来 我就是想让她懂得换位思考上 这要总是因为一些事 而吵架尊致 好好的不行吗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小沈来自福建 蛋糕店主25岁 有请小沈 有请 小林23岁来自福建 平面模特 有请小林 有请 欢迎两位 恋爱谈了多久 我们是去年三月中旬在一起的 其中还有分手过 九月份的时候有分过一次 还分过手 对 分手了多长时间 有几个月 然后是今年二月份和号的 当时为什么分手 因为她打游戏 然后吵了很多次 她打游戏频率比较高 而且就是之前一天是打三到四个小时 到后面五六个小时 七八个小时现在 有的还甚至打通宵 就是说游戏现在是横在你们中间 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障碍 是这意思吗 对 也误了很多事 而且她也没有像之前那样子陪我 都误过什么事 有一天她打游戏 三天没有理我 发信息 然后打电话 她也不回我 因为我们俩有手机定位 然后找到她人 跟她的朋友几个人 在网吧里面打游戏 我过去的时候 她还跟我讲 你等一下我这把打完再跟你讲 就是游戏刚开始 我就肯定没有办法结束 但是我事后还是有去哄她 不是 你这三天三夜 你打游戏 你总得上个厕所 吃个东西什么的吧 那有 那有 那为什么不给她打个电话呢 对啊 你为什么不给我打个电话 发个信息也行 就是我感觉 我们两个之间 有存在很多问题嘛 因为我经常说 她一些坏毛病 她也没有改 我明白了 就是说你 你的给我们的解释 至少我听到的话 外音是说 打游戏是我逃避现实 或者逃避冲突的一种方式 是这意思吧 也不完全是吧 那是什么呢 就可能只是 兴趣爱好之一吧 然后我就是顺带打了游戏 然后可能没有理她 那我觉得你可以不用谈恋爱 其实我平常除了打游戏 我还有很多时间 我也有在陪她 就比如说她喜欢买衣服嘛 有的时候我就经常陪她去逛街什么的 我会给她买五六件衣服 然后我自己可能一件都没买 你愿意啊 你说这事干嘛呀 这是因为她自己有一个坏习惯 就是因为她特别特别喜欢买衣服 她今天穿的这件衣服 不是黑色的吗 她家里可能差不多同样款式的黑色衣服 有个六七十件 有点夸张吧 有照片吗 太好了嘛 这张图片它可能是家里的四分之一吧 然后它可能有同样的黑色高光鞋 有个三十双 然后同样的口红 可能有个二十条这样 你说我打游戏是吧 我说你买衣服 买衣服那不很正常吗 我跟我姐做服装吗 然后在后面自己做投保模特嘛 就觉得女孩子凑点也没什么 对吧 她老是因为这个说我 还为啥正常 而且她就是就买衣服这点嘛 她不但就是买的特别多 然后而且她衣服就是 不管是夏天或者冬天 哪怕天气可能是零度 她也坚持要穿短裙啊 或者短袖那样出门 然后就街上很多人 就会用异样的眼光看她嘛 我就有跟她说过很多次 但她也没有试图改变 现在如果不抓紧时间打扮的话 难不成七八十岁还穿给谁看呀 对吧 我觉得这不女孩子都很正常吗 所以我现在理解 为什么去年九月份你们分手了 不是 还有一个原因 她去年就是七夕情人节 那一天我不是问她吗 我说要不要今天出来吗 然后她跟我讲 她说她工作很累 她要回家睡觉 结果我不是游戏有光注她吗 我发现她从下午三四点 达到往上七八点 是在打游戏 她在骗我 你们九月份分手 就是因为这些事对吧 对 就是因为她打游戏的事 后来怎么又复合了呢 后面是因为朋友聚会嘛 然后叫出来 发现自己还是有感情的 那这个分手不又复合了吗 那现在的这个新的冲突和矛盾 是什么呢 来着 我觉得吧 还是因为打游戏 因为她之前是每天就玩三四个小时 现在是每天七八个小时 然后就是她之前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她体重是150斤 现在是130斤 有一次我们两个约去看电影嘛 她说她眼睛模糊 没有戴眼睛 她看不清 你的意思就是 带你男朋友借游戏引来了呗 对对对 还有就是她老是上我微信好友 上好友干嘛 就是她现在很多 尺度没有拿捏特别好 就是跟异性相处这块 所以我就是偶尔就上她异性好友 啥尺度啊 就是她现在跟她的前男友还联系 然后有一次跟她前男友吃饭嘛 吃得比较迟 然后也顺带喝点酒 然后她还送她前男友回家 我就觉得 你怎么知道的 她自己跟我说的 是这样子的 主持人 我跟我前男友是因为性格不合适嘛 因为我比较强势 她也比较强势嘛 到后面现在大家是朋友关系 就没有纠缠不清啊 或者是言语暧昧啊 那都没有 而且我跟她这么多年 就是有很多共同好友嘛 后面她喝多了 是我们大家一起送她回去的 就是不存在我 其实重点是说 你现在的男朋友对这件事很介意 就是你怎么看待她的这个介意 你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式 不让她这么介意 而且我再补充一点嘛 就是她跟我期间有分手过一次嘛 然后又和好了 跟她前男友也分手 是是是是 以后也有可能和好什么样的 对 除了跟前男友之外 还有什么交友方式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呀 就是我有时候打游戏 没有陪她 然后她就故意主动去约其他异性 去看电影什么的 她就为了游戏 她根本就没有去管我啊 有一次我就故意气她嘛 我就是看她反应 因为我想知道游戏有这么重要吗 游戏有那么重要吗 而且她阻止我打游戏很夸张 我家里的电脑 其实她自己也知道 不仅是有游戏嘛 平常工作可能也需要 而且那电脑 去年我姐送我的生日礼物 她干脆就直接把我家里的电脑给砸了 这游戏肯定不是现在上的影 对吧 很多年了 然后她说 那我其实特别想问追求人家的时候 怎么游戏就可以不打 因为我 追到手了就成天成熊地打 因为我觉得就是 每个男女他们刚在一起的时候 都会表现得比较好的一面 给对方看嘛 肯定会把自己的缺点给残起来 那我觉得不只是我 就是觉得应该大家都 正常情侣都一样吧 对 最后边的时候 对 我特别想问你 你觉得游戏和女朋友矛盾吗 我觉得不矛盾 对 为什么大多数的男生都觉得游戏和女朋友是不矛盾的 但是为什么女朋友总是抱怨这些男生说 你看她老打游戏而忽略了我 那你觉得这个时候是客观存在的矛盾吗 我觉得是客观存在的 但是我心里我是这么觉得 生活肯定不可能只有你的女朋友 对 还有的家人 对 所以问题出现了嘛 对 我们要做儿子嘛 我们要做弟弟嘛 我们要做老板嘛 对 我们要做游戏的队友嘛 对 我们还要做别人的男朋友嘛 现在别人说 你做我男朋友 给到我的东西不够的时候 怎么办嘛 我觉得我做的够多了 她只要想要买的衣服 尽量都会满足她 行 听明白了 我给你买的衣服够多了 所以我就觉得 我对你的爱就够多了 就她的小要求 我也基本会满足她 但是就是 她的要求 我总觉得 就是我说她 这点她不敢 行 你是要求她更多的陪伴 还是要求更多的衣服 我希望更多的是她的陪伴 真的就很正常嘛 你要陪伴嘛 她觉得衣服可以抵消陪伴嘛 你觉得一件衣服 可以换多少个工时 算陪伴工时 我觉得感情的事情 不能按照金钱 都不能够好 你说得特别好 这就恰恰回答了 女生心里的焦虑 这不是你就在做这个事 我满足你很多的要求 买衣服啊 买口红买鞋 是你说的吧 嗯 对 可是她要的 还有陪伴 你觉得我已经给你的够多了 她觉得不够 其实问题就在这儿 应该怎么办 听老师们的建议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和前任最好的关系是 各自不扰 彼此祝福 和游戏最好的关系是 闲来无事 张弛有度 游戏和女朋友 最好的关系是 以人为本 女士优先 男朋友和女朋友 最好的关系是 我是爱你的 你的是你的 这是你们两个 没有处理好的关系 也是你们今天来到现场 想让我们评判说 到底 这件事情 谁对的更多一点 错的更少一点 但我要告诉你们的是 我刚才讲的这四个关系 是我们大部分人 认为的 而每一个人的思想概念当中 又有自己的判断 比如游戏对于你来说 是最重要的 然后你认为 买衣服对他来说 是最重要的 但其实不是 你们每一个人 给予彼此的 和拿到的 都不是对方最想要的 他现在想要什么 他现在就想要自由 就想要我自己的时间 我自己想干嘛干嘛 他现在就想要什么 最想要的就是 男朋友能够多陪我 多爱我 所以 你们到底愿不愿意 为彼此 做出让步呢 到底是我自己的东西 对我来说最重要 还是你的感受 对我来说更重要呢 非常老的一句话 退一步海阔天空 但很显然 你们根本就不愿意 为对方退让 说白了就是 爱得不够 那既然如此 你们就爱自己好了 就这样 祝你们各自幸福 觉不觉得你们两个人 特别像商务谈判 互相都有一个 制衡对方的条件 如果你要怎么怎么样 我就怎么怎么样 如果爱情和感情 是用这种的制衡和较劲 去处理的话 那我想这段感情 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你们不愿意为对方 选择我更在意 你在意的事情的话 那没有什么 在一起的必要啊 如果真的很相爱的话 就是你介意的事情 我会很在意 你既然选择 进入一段感情 选择伴侣成为 你生活的一部分 不求他能跟你的游戏 画等号 但求你也能 对游戏的重视 在他的身上同等 你同样 你既然觉得 朋友的关系那么重要 我不求你对朋友 那么重视 那么关注 和我一样 但求你能把我 当你男朋友 多在意一下 我在意你前男友 我在意这件事情 明白吗 好吧 祝你们幸福 谢谢 好 谢谢珊娜老师 来 去坐 如果你是单身状态 你其实你都可以 24小时地玩游戏 没有人去管你 每个人都有很多 想做的事情 和喜欢的东西 但是当所有 我现在想做 想要的东西 和恋爱当中的 对方相比 如果他选择了对方 割舍了我现在 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情 这就是算 爱情当中的自律 如果说你没有 在爱情当中 有过自律 那这份爱 谈不上真正的爱 它只是可能 就是一种喜欢 甚至可能是一种习惯 或者说 一种简单的 异性之间的吸引 你喜欢他的漂亮 他喜欢你的帅 仅此而已 他甚至于连你的 任何的爱好都比不上 你跟他之间 用来交换的就是 你喜欢买衣服 我就给你买衣服 同时 我喜欢玩游戏 你要让我玩游戏 所以在你的意识形态里头 你根本没有把这份爱 有足够的位置 所以你也不可能 外来做到自律 女孩 其实同样的问题 也是摆在你身上 你觉得她又高又帅 但你知道她介意你 买那么多衣服吗 她介意你和男朋友 那种联系吗 她介意 但是你不管 你觉得你 一定要让我舒服 你不能这么玩游戏 你瘦了 眼睛近视了 你注意到的只是 她表面反映出来 游戏带给她的伤害 这也不善 你只还是被她表面 那种吸引般了 但真正呢 你有没有心疼过呀 她这种 忽视你的这种存在和感受 你自己有心疼吗 如果真正疼的话 你怎么可能去和前男友 再去约会说 我来刺激你啊 如果但凡你对这份爱 真正的重视的话 或者是真视的话 你不可能允许异性 来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 所以你也没有被伤害得很疼 反过来说 如果这份爱被伤害 但你不疼的话 这也不是爱 问问自身的感受 看看有没有动力 去做到自律 如果都没有 那就不是爱 就让她随风而去吧 对不对 好 谢谢齐总 来 图老师 你们俩正合了那句话 好看的皮囊千变一律 有其余的灵魂万里挑一 你们俩都长得还可以 但是我们可以没有大眼睛 至少要有欣赏对方的眼光 我们没有挺拔的鼻梁 至少我们有一颗 积极向上的心 我们可以没有马甲线 但至少要有精神上的追求 我们没有白皙的皮肤 至少我们有清白和自律的品质 你们俩除了好看还剩什么呢 一个喜欢打游戏 一个喜欢买东西 你们还有一点追求 你们俩但凡是 有没有一点共同的爱好 和共同的追求 两个人共同地去做过 一点有意思 或者是有意义的事情 我不知道你们的生活是怎么过的 一个可以三天三夜地打游戏 一个可以买一床的衣服 你们的生活除了购物打游戏 描眉画缝 你们还有什么 你们的事业追求在哪 如果你们真的要结婚 或者是说将来做长远的考虑 你们为对方做过点什么 什么也没有 还颜值及正义 我觉得你们活得很贫乏 空洞 了无声许 所以我建议你们 如果要学会谈恋爱之前 先想清楚 我谈什么 我拿什么来疼对方 我拿什么来给对方 我们为我们彼此的生活 做过什么计划和努力 你是跟姐姐做服装生意的对吧 你是自己有自己的蛋糕店对吧 对 那至少没有去啃老 自己有自己的一份工作 而且我相信在工作上面做得还不错 我相信他们在生活上 会比我们过去的更丰富 也挺努力的 因为今天咱们谈的就是爱情问题 因为生活给你们多样的选择性了 所以你们应该挺幸福的 但是恰恰是多样的选择性 让你在人生里面 可扮演的角色就更多了 这个时候就难了 就回到了咱们今天的本题上来 关于爱情 我只讲一件事供你们俩参考啊 我有个特别好的朋友 特别爱打游戏 打游戏还充钱 他说我跟我老婆结婚之前 我跟我老婆说了 你要是每周 不让我打一天游戏 我们俩不结婚 结了婚之后 有了孩子了 你发现这个人完全变了 你知道他什么时候打游戏吗 闺女睡了之后 老婆睡了之后 夜里十二点 打多久 打半个小时 因为第二天早上 还要送闺女上学 因为我们人生多了太多的 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 人生的角色开始变得多了 在舍得之间做取舍的时候 你们想一想 人生最重要要的是什么 什么是最重要的 因为到我们这岁数就觉得 可能你有个家最重要吧 我想突然发火 跟你们说这段话 还有一点 就是你真的需要精神追求的时候 到底是跟谁的对话 所以人真想在精神上面 觉得稳定和踏实那个东西 一定不是带给你 即时快乐的游戏 如果你们想相爱 愿意为爱情在一起 你们就得舍得 你们生活里的一些东西 因为这就是人生 我们要做选择题 接下来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谷方红糖 真情六十秒 其实我觉得刚才几位老师 说的挺对的 谈恋爱不应该这么幼稚 你身上有你很多幼稚 就是让我不理解的地方 那可能我身上也有 没必要以一个年龄 作为一个借口 就确实是 得过好自己的生活 然后咱俩就少做一些 受气的事情 然后好好工作什么的 对吧 我有的时候也有很多坏毛病 但是你老是为了电脑 你就是为了一个机器 你不陪我说说话 不陪我怎么样 刚开始你不都是好好的吗 我也希望 谢谢两位啊 喝知识 长知识 保卫爱情 靠知识 现在让我们一起打开 君乐宝 长知识了 爱的记忆箱 男生你这个本是什么 怎么 几个意思 就是前段时间 我们吵架吵醉凶的时候 他就把我家的电脑 给摔坏了 然后他事后也 跟我认真讲了 一两个小时 他后来就买了一个电脑 送给我 就是这个笔记本是上网本 就打不了游戏 是 他就让我以后 多花些时间陪他 这次带这个东西过来 就是我自己内心也觉得 有些愧疚 肯定是自己 有很多地方是做得不对的 那是什么呀 那个是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 他第一次送我的礼物 他说看到这个就想起他嘛 因为戴到手上嘛 就可以每天就想他嘛 然后就是有一次 因为吵游戏的事情 然后就摔了一下手嘛 然后就断了嘛 然后我就说 就是一直留着嘛 也没有舍得丢掉嘛 就想说他如果能戒掉游戏的话 好好陪我的话 我们还是跟过去一样嘛 行 听明白了 谢谢两位啊 请回 谢谢 来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古方先红糖 现要更新鲜 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古方红糖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来吧 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来 又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将获得由一倍师提供的深海纯浸水嫩保湿套和24小时保湿实时透水嫩 古方先红糖为爱情保鲜 成功牵手的嘉宾将获得由古方红糖提供的爱情保卫战先红糖礼合一份 喝知识 长知识 保卫爱情 靠知识 知识 虽然就喝俊乐宝 长知识了 来 我们共同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我们两个以后都不能那么幼稚 就好好工作吧 然后就是好好生活 别跟小孩子一样 就互相包容吧 就尽量改掉缺点好吗 我知道我有很多坏习惯 坏毛病 但是我希望你以后 也不能说你一下子就不玩游戏了嘛 你可以少一点玩游戏嘛 还是像以前一样 多陪我就好了 像衣服啊 前男友这些 我也有想过了 以后我会跟他们就保持一定的距离 然后东西也不怎么买了 刚才那个左爷老师说 他们家也有人打游戏 但是从来没影响过 夫妻之间的这个关系 后来我就在想你 一直说幼稚 我觉得成熟就是你能平衡好 各种角色之间的关系 下次一起 你们好好地去磨合一下啊 来来来来 这个送给你们 好 谢谢 谢谢两位请回吧 好 谢谢 最后我想针对游戏 说自己的一个感受 不管时代再怎么变 人在不同阶段的时候 就应该做这个阶段该做的事 你在读书的时候 你最重要的工作是读好书 当你毕业的时候 游戏作为你的一种娱乐方式 你可以去游戏 但是不能让游戏替代了 你全部的工作和生活 所以对于游戏 真的希望大家 既要持一个宽容的态度 同时在对孩子们要求的时候 不同的阶段 应该有不同的要求 游戏控制不好 真的挺害孩子的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请拿起手机扫描屏幕 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晶云U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 进入到晶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一辈式爱情保险 有网友提问说 我们俩相识一年多了 几乎没有矛盾 互相爱着彼此 为什么就因为他的父母 让我们的未来那么的渺茫呢 我女朋友有一个观念 她的婚姻一定要得到 她父母的认可 所以这个自相矛盾的问题 就一直困扰着她 如果她的父母 不点头接受我 我们俩就没有未来了 你们的婚姻当然要得到父母的认可啊 通过你的提问 我分析你们现在可能还没有到达 去见父母的那一关 你就开始担心未来了 如果父母不点头 你难道就要放弃吗 这么轻易放弃的感情 现在又有何困扰呢 祝你幸福吧 我们的节目是由宝石护服领先品牌药 宝石伊贝斯冠名播出的 伊贝斯纯净水 纯净宝石石水嫩 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股方鲜红糖 鲜熬更新鲜 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股方鲜糖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 我们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